更深入的分子生物学的解析 更专业的数据挖掘技术 实际上都促进了这个领域 去迈向因果 包括我们在迈向因果的过程中 去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话 也非常明确地看到 阐述作用的角度更加的多元 我们有更多的从微观的角度 那微生物组或者特定的微生物 去影响数族的分子和细胞机制是什么 也有更多宏观的这么一些研究 尤其是肠脑轴 肠肺轴 肠肝轴 肠皮肤轴 肠骨轴 包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与母婴相关的从肠道 像乳腺等等转移的一些研究 后面也会向大家分享 那么从这些不同的肠X轴 到多组织的这种器官护测层面 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 微生物组与宿主和疾病的关系的研究 这个研究也是在2月份的时候 我觉得让我感触非常深的 我们现在发现 就是IBS的病人或其他一些肠道 相关的这种病人越来越多 但是有些病症是突然之间发生的 一些常见的我们非常熟悉的食物 突然之间就会让我们感觉到过敏 或者说我们的肠道非常的敏感 而这个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在肠道严重感染的时候 如果这些时候你进食太多的 不同的这种食物的成分 那么我们的机体会把正常的食物成分 认为是这个病原型的这个抗原 从而呢 比如说引起IgE IgE大家都知道是引起过敏的 非常重要的这种抗体 然后呢 就会引起其他一系列的这种类似于 IBS的这种症状 包括呢 比如说这个研究最后一句话 很重要 像IBS的患者啊 在他的这个职场 然后呢 去注册一些食物抗原 就可以看到 他会产生局部的水肿和肥大细胞的活化 实际上一些疾病的发生 后天的这个过敏的这种发生 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科学家 给我们提了一些 很好的一些启发的 余老师呢 刚才特别重点地介绍了一下 肿瘤免疫疗法 那我觉得从我们的这种角度呢 也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呢 就肠道细菌病毒及菌群代谢产物 均可能去调控抗肿瘤的免疫 并影响化疗或肿瘤免疫治疗的效果 同时呢 调控肠道菌群可能提升 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 所以包括呢 我们会关注 比如说我们用NTPD1 NTCTLA4 等等这些免疫之际的时候 我们要避免使用抗生素 为什么 那么未来呢 就是说不仅要避免使用抗生素 我们可能还要去进行菌群 整个卫生态的这种环境的恢复 包括呢 我们甚至看到一些 肠道的特定的病毒 氏菌体 可能也可能去诱导 这个抗肿瘤免疫 这就不展开讲了 包括呢就是一些菌群的代谢产物 可能未来呢 包括王军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的方式 其实可以挖到一些小分子 或者说一些新的抗生素 一些菌群的代谢产物 可能能够行使比较好的 这个治疗作用 那么最后呢 我给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 我所让我特别兴奋的研究 就是涉及到母婴传递的研究 这也是在免疫学当中非常重要的 后天呢 我们能够听到这个赵文靖教授 应该会具体地来介绍 他的这一项研究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 涉及到从肠道 把特定的这个抗体 转移到乳腺当中 然后在母乳当中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后代的摄入啊 保护后代免受 这个产毒性的大脏肝菌的这个感染 那么肠道的免疫细胞可以吗 那么的答案也是 是我们要去保护 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要保护它的菌情的平衡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来讲 生活方式的这种相关干预 实际上可能是最为关键的 所以呢 未来我们可能在生活 可能在临床 可能在整个这种产业转化过程当中 我们都要多关注 就是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干预 这一块的这种进展 当我们对泼腐产婴儿 和顺产的婴儿 的肠道微生物进行评分 评分越高 说明了它越紊乱 在这个时候呢 评分了我们在一周的时候 它们出生一周 一个月和一年的时候 给它进行分组 我们来评估它六岁的时候 得这个哮喘 也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这种相关的这种分险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一周 和一个月的时候 都是分不开的 但是如果在一岁的时候 那么把它给分开 用微生物 我们肠道菌情的评分 去区分这两个组别的话 可以明显地看到 评分高的那一组 它的整个哮喘的发生比例 非常高 尤其是最下面这张图 那么泼腐产的婴儿 如果它同时分数非常高 那么它的哮喘的比例 非常非常高 会达到20%以上 但是即便它是泼腐产 如果它在一岁的时候 它的菌情是被修正的 那么是在下面 这个蓝色的这条线 那么它产生哮喘的 这个整个发生比例 跟顺畅的第一分 就是低评分的这一组 是类似的 它实际上就提醒我们 在一岁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有效地恢复 包括泼腐产婴儿 或其他一些 肠道微生态失衡的 这个婴儿的这种 肠道微生物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能够 让它后期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这种发生的时候 比例给降下来 好 大家下午好 今天上午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一些 关于肠道免疫 以及肠道健康 这方面的一个话题 其实这种话题当中 也让我们开始 能够慢慢的理解了 中国古人的很多健康的思维 那么好 我们还是再让大家回忆一下 你搞的这段话 是我们上午呢 给大家强调了很多次的 在金元这个时代啊 在金元这个时代 我们的这个名医呢 分为四大流派 哪四大流派呢 我们下午的话呢 也是要给大家仔细的讲解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来 其中 刘 叫刘丸素 也叫刘 也有一种说法 叫刘元素 他是一个人 叫刘丸素 也有这个叫法 就没有上面这个头 叫刘元素的 也有这个说法 他呢 被叫做寒良派 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河北人 还有呢 张从政 叫做公协派 我们说过 他在这个 朱丹西用的这个 导仓法的主要原因 是公协派 为主 那么 李稿 就是这个 李东华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跟这个李稿呢 是一个人 他的整个的治疗方面呢 被叫做 补土派 一会我们会慢慢的 给大家说 下面这个呢 叫朱丹西 叫做资因派 这几个人 我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元素也好 刘丸素也好 是河北人 那么李稿呢 也是河北人 张从政呢 是安徽人 就是这几个人 都是北方人 只有朱丹西 是南方人 而我们所说的 寒良派是什么呢 他特别喜欢 用寒良的药物 他是御医 他在元朝 他特别喜欢 用寒良的药物 为什么 在元代的贵族是谁 蒙古族 还有色慕人 也就是说 是我们北方的很多游牧民族 在元代 在定居在大都 定居在北京 所以他的见解当中 大多数人的身体的疾病 和当代人类似的 怎么办呢 那么他们吃牛羊肉太多 而以往的话 在草原上 大家还是要周马劳顿 要奔波几十公里 甚至上百公里 这个是蒙古族 在草原上的一个特征 那么进入了内地 攻陷了大都 就是定居在北京之后 那么这些蒙古族的 王公贵族们 也开始过上了定居生活 但是饮食结构 比如说喜欢吃牛羊肉 这些祖辈的习惯 没有改变 所以他们大多数的疾病 来自于什么呢 食肉过多 所以说硫元素 他所面对的是 这样的一些消费者 这样的一些患者 所以他确立了一个中医当中 非常重要的流派 寒凉派 他比较善于喜欢那种 偏寒凉类的药材 来给他们使用 大家是不是就理解了 他所面对的群体是谁 而张崇正是安徽人 他主张到公邪 公邪的话 就是在他的整体治疗理念当中 有点类似什么呢 有点类似于叫做助正器 就是当你的体内有正器的时候 我来帮助你把体内的一些阻碍物质去掉 这就是所谓的张崇正的公邪派的一个主体原因 所以你会发现 他所面对的群体是安徽 他住在安徽 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属于叫不南不北 所以说在他们的整个的身体习惯当中 不会像北方人像蒙古族一样这么多的热 而且说身体当中的会有一定的这种封寒失邪 等等的我来帮你公一公就可以 一会我们会讲到一些防疫免疫力 就有点能够理解他的公邪原理 离稿 通过这段话 我们就非常能够理解 就是他对于补匹派 补匹派 其实他特别重视的是什么呢 肠胃功能 他的整体的治疗理念 来我们再看这句话 就只看下面一节 倒仓法以牛肉补一皮土 后天之本积安 五脏六腑四肢百汗 结受气于脾胃土湿润 那么故疾病得育 也就是说在离稿的整体的理念当中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自愈派 就是我把你的脾胃功能搞好了 你自己吃饱了 你自己的身体变好了 你会自己慢慢慢慢的恢复健康 他是这样的一个流派 所以叫做古土派 也就是说我们也简单叫做脾胃派 而朱丹西 朱振亨 他的这个资因派 你会发现 他的整个方案当中 特别强调是什么呢 强调自身的一个 肾因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而且他的整个的治疗方案 是综合了上边的三家 为什么说呢 这就是和他的老师有关 他的老师 虽然说没有成为金云四大家之一 但是他的老师在中国的江南 综合了三大流派的特长 那么创立了一个 教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么他们创造了一个综合上述三派的一个资因派 我为什么一直在给大家讲资因派是非常适合我们当代人的 因为当代人的饮食结构 第一 肉多 第二 会受到外界的风寒 失血也好 不良食物也好 各种的问题都比较多 还有一个当代人的脾胃功能并不好 为什么呢 再看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呢 也是朱丹西所讲的 那么这段话呢 大家可以仔细的诵读一下 会给你们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 是什么呢 纵口固快一时 其实这句话是 是一句有些指责的话 因为是朱丹西说的 不是我说的 大家如果想骂的话 骂朱丹西老人去 其实就是在骂你们这些人 纵口固快一时 好理解吧 鸡酒必成灾害 那么这个字念慕 念慕 就是眷恋慕 慕就是羡慕是这样一个含义 慕比就是特别喜欢这种生活 魅者 魅是什么呢 魅者良心 就是你明知道 但是你故意魅者良心 这样的一种人 就是你特别喜欢这种纵口固快一时 就是天天吃鱼吃肉 但是呢 你明知顾问 装傻充愣的这种人 这叫 眷比 眷比魅者 愚昧的魅 因纵口味 五味之过 疾病风起 能理解这句话了吧 不用我说 他道理吧 稍微有点文学知识的人都能理解 山野贫贱 但博是什么呢 安 安是我们常用于一个叫安属 就是一个非常顺利 非常熟悉 或者说非常理解 等等 它是这样的一个词语 那么动作不衰 此身 以安 这句话是不是朱丹西从元代就已经说了 你们因为什么生病的 能理解这句话吗 再念一遍 纵口固快一时 鸡酒必为灾害 我们别的后边就不看了 就看这第一句 明白了我们的疾病怎么来的了 这就是朱丹西老人留给我们的一段话 大家牢牢的把它记住 还有也是 我不用这个架子了 就这么看吧 这是朱丹西老人写给老 写给我们在他们那个年代的老人的一句话 一定要记住 学中国文学 学中国医药 不要脱离开时代背景 夫老人内需脾弱 这句话写出来之后 一定要记住 他是写给四五十岁的人的 因为在朱丹西那个时代 人的平均寿命53岁 能够被称为老人的 叫什么呢 是这个50岁左右的人 就是已经到不惑了 就已经是老人了 那么 阴亏性疾 老年人 如果真的到了七老八十之后 可能就不太会有性疾这个情况 但是会有阴亏 胃热一击而思食 想想你们现在 虽然说年纪不大 是不是觉得嘴里边总是缺点味道 想想你们的生活场景 明明早上吃了一堆饭 吃了两个油条 喝了两碗豆浆 可能还吃了个烧饼 吃了个包子 吃的其实很饱 但是你到十点钟左右 在办公室坐着 你又饿了 而且一到心里难受 或者说一旦遇到一点什么事情 你首先想要去干什么呢 找吃的 嘴不能闲着 身边花生也好 瓜子也好 小零食也好 会摆一堆 你们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不要看老人 不要觉得这是跟老人说的 跟你们没关系 你们只看下面一句 因亏性极 味热 则积一积 而思食 是吧 好 下一句 但是呢 你又脾弱 难化 则食 就是你的脾又虚弱的 又不能把你吃的这些东西都化掉 怎么办呢 因虚难降 则气欲 而成痰 像不像你们 其实吃饱了 但是特别容易饿 但是呢 你吃的这些东西又多了 你自己的脾又比较弱 难以把它消化掉 然后呢 造成了一个什么呢 过饱 饱这个词边上是食 后边就成了一个包 叫过饱 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气虚 阴虚 难降 就是会把这个气淤阻在这里 而成痰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理解 中医讲的痰 不是我们所说的看到的土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做痰 我们为什么说说当代人很多都是痰尸体制 看这段话是不是能理解了能理解了什么叫做痰尸体制 是不是能理解这句话了 好 当我们真的能够理解了这些话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事情 来 仔细看这个 放大一张 能看清楚吗 上海市卫健委中药防御方 这个因为上海目前呢 各种问题比较严重 上海现在的防疫委员会呢 在给所有的志愿者 在大量的下发这个东西 黄芪 甘芦根 金银花 紫苏叶 广获香 每天一包沸水浸泡 带茶 频频饮用 前天生产的 因为这个配方的制定的我们也参与过 所以说我为什么现在一定要推茶言 一定要让大家改变生活当中的一些基本的习惯 能理解了吧 这样的一些基础的健康方案 其实是要纳入我们的生活里边去的 好 很多人都在关注在当下这个时代如何能够提高免疫力 刚才呢我也在我们的工作群里面发了一个片子 一个医生讲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其实就是几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呢 每天保证七小时以上的睡眠 这个是第一 第二呢 补充优质蛋白 第三 或者说晒太阳 或者说补充维生素D 到这里的话 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原来中国人 中国老人所讲的晒太阳晒背 原来有着这么大的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如果你晒不成补充维生素D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通过泡热水澡 通过蒸桑拿 通过等等的方式 让你的身体热起来 这个是几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养成回家漱口的习惯 包括呢 用漱口水 包括用温水 包括用茶水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让大家在生活当中 我们会推出几十种的茶饮方 其实饮茶的这个方式 我们先说这个病毒而言 因为病毒它有你的细胞开关的这个钥匙 对吧 但是呢 它有这个钥匙 它也需要在你的咽喉部停留一段时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采集的时候 会针对在这里 它会停留一段时间 你如果能够保持着小口蔓引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能够把这些病毒冲到你的胃液当中去 只要进了你的胃 一切都杀死 都不是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什么一个维生素D 不要小看一个茶饮 这恰恰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 在生活方式当中去抵抗外界瘟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其实呢 抵抗瘟疫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你搞我们所说的不土派的代表方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杨匹卫的一个代表方计 我给大家讲讲当初的一个故事 八百年前了 在金元时代 这是在南宋末年的一个战乱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当初呢 就是离搞的在 这当时是一二三二年 变两 东京变两 被成吉思汉的儿子率金南下 这就是开启了一个灭亡之战 当时包括呢 就是金埃宗也跑了 因为当时是一个政权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嘛 当时离搞呢 被围困在了变梁当中 城中的百姓 没梁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 那么 在当时他看到了一个金王朝的大金国的灭亡的过程 但是在被这个元朝 被蒙古族被成吉思汉的儿子占领了之后 一定要记住 被占领了之后 才出现每天上万人的死亡 疾病流行 在当时人们都觉着这是一场瘟疫 就是突然间一个城里面 每天有上万人死亡 这是个瘟疫 大家都按照瘟疫来治 结果发现都不行 这会儿的时候 就突出了离搞 这是离搞的成名之战 大家如果去搜一下这个人 能够知道这是他的成名之战 他就认为这不是瘟疫 是人们被围城的时候 鸡保无常 还得守城干活 突然间开城了之后 有东西吃 然后拼命吃 吃的太多太多了 就是一个鸡保劳碌的状态 拼命干活 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之下 因为为了救命 为了守城 忘记了自身的饮食 就是有什么吃什么 那么突然间被蒙古族攻占了之后 那么整个的饮食上 也是比较混乱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导致的脾胃受伤 每天死很多人 叫做什么呢 脾胃内伤 百病丛生 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离搞 他以他自己所确定的 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么创造了一个条理脾胃的代表方计 叫做什么 补中益气汤 这个汤里边包括什么呢 人参 黄芪 白树 还有什么呢 陈皮 当归 生麻 胡麻 枝干草 这几个东西 其实和我们的茶饮 基本上是异曲同工 我们有几个茶饮的配方 和它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这样的一些药材 都是日常当中 非常非常普通的这种药材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在当年的那个时代 有一种说法叫是什么呢 大家对于这个 离搞的这个方案是推崇被制 或认为什么呢 脾胃之论 莫详于他这个人 然后力举意气法 无出他之范围 什么脾生羊转转等等 我们就不太讲这样的一个 这个逻辑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就会发现 用了他的补中益气的方法 脾胃虚弱 中气下线的倦带 石少 腹杖 酒械 脱缸 甚至包括子宫脱锤 都有效 它是这样的一个方机的构成 大家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通过调整你的脾胃之后 你会有这么多的功能 再结合我们开篇 尝到大会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这样的一句话 什么叫做急性 包括什么性急 然后什么脾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句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的关注重点 在当今这个时代 一定要急诸在脾弱 脾弱是什么 免疫功能的根本原因 那么脾弱是什么 脾弱是你自己的益生菌的繁殖不够 益生菌的繁殖不够以后 你自身 刚才我们开篇的这个视频里面讲了 甚至你的乳腺疾病 甚至你的大脑疾病 甚至你的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都是由于你的脾弱 我们说脾弱的最明确表现 就是医生菌缺乏 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元朝的变量的内部 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呢 第一 想要养好自己的脾胃 它是有一个严格的规范的 你们再回想所有专家所建议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多吃蔬菜 还有什么呢 多吃膳食纤维 这样的一些规范化的饮食结构 核心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脾胃功能能够强健起来 其实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些知识的时候 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不要站在一个药物的角度去理解疾病 就像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个导仓法 导仓法当中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前半截用的是什么呢 补皮法 就是补涂法 通过大量的给你补充牛肉汤 大量的补充这种有益的蛋白质 让你自己的身体慢慢慢慢的恢复正气 而正气恢复之后 我再去供鞋 甚至可以说只要你的正气恢复了 这个鞋你供与不供 它都能够修正 供鞋只是一个用外力给它加速的一个方法 供鞋一定是一个辅助的方式 而并不是以正气不存在的时候 你去供这个鞋 但是现在大家你看你们不断的总是问我 这个药有没有用 这个药有没有用 就是大家这么多年的主旨思想 放在了供鞋上 我们总是为了总是忘记扶正 在2020年的春天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我就跟很多人讲过 面对于这样的一个病毒 我们要什么呢 泡澡 要爱揪 要什么呢 蒸桑拿 居然有人跟我讲了这样一句话 泡澡水的温度才四十几度 病毒要八十多度才能够杀死 这个水温没有用的 因为遇到这种话题 我就非常无语 因为当代中国人的理念 已经完全被陷入到的是什么呢 只知道供鞋 不知道扶正 那么一会儿大家可能会有机会 看到我转发的一个视频 为什么现在很多专家要说 要提高你身体的温度 这是让你身体提高免疫力 而扶正的方法 而通过这次疫情 我们开始了解了优质蛋白 建议大家早餐 不要吃大米粥 不要吃包子 要去吃牛奶 吃鸡蛋 医生说了这句话之后 还被媒体一顿攻击 说什么大米粥白面 大米粥馒头 我们吃了这么多年了 什么一大堆的废话 其实没有去思考 在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 一杯蛋白质粉 一点优质蛋白 这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让大家要多喝茶 多养成一个用这样的一种茶饮的方式 温水慢饮 把调理身体和扶正 放在一个长期的角度上 而不要总是觉得 我被枪打了 一颗子弹在我身体里边 你把它挖掉 不要认为这是有效的 在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诸多慢性疾病上面 医院的刀刀伏伏 没有药物 没有作用 而所有的药物作用 要建立在你能够承受 你比如说 当我们面对很多癌症患者的时候 癌症患者非常明显的 很多人是死于放化疗 因为你的身体承受不了 这么巨大的药物的冲击 所以大家能理解了吧 在中国古代的这样的一些 金元时代的医药大家当中 他们也是在不断的给我们强调的几件事情 第一 要通过寒凉的药物 调整你过热的身体 这也是通过一个调理的手段 让你的身体从虚寒从虚热变成正常 因为他在用寒凉的药物 那么宫邪是什么呢 然后才能够让你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外在的影响去除掉 那么补土派补匹派同样是让你自身的消化能力提升 那么资因派更是强调的三者的综合利用 这才是我们的健康法门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朱丹西给开具的这个方案当中 它是一套从喝牛肉汤到最后养护的整体方案 喝牛肉汤 然后吃药 最后常规饮食 这套方案当中 你们深觉得它的药气的作用最大吗 其实在我们看来 它的药的作用最多不会超过三成 而是它整个方案对人的过往特性的一个理解 所以我们在建议大家 在向我们咨询 或者说希望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健康方案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我是不是要了解你吃的什么 你用的什么 你家里用的什么调料 当以前我们提这种要求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人觉得奇怪 总觉得我告诉你 我有什么病就可以了 你管我吃什么干什么 听到了我们讲的这一些 看到了专家所说的这一切 你们是不是就理解了 为什么我要知道你们在吃什么 为什么我要改变你们的饮食 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在强调 规范饮食才能让你获得健康 谁在真正帮你们获得基础 好 问大家一个问题 听到了我们这两天的讲解之后 大家还会觉得 我把我的所有的生命希望放到药上的 还有人吗 我想应该是没有了 大家愿意回去改变自己的饮食 从一点一滴入手 扶正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的脾胃功能 肠道菌群 这些能力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情况之下 然后妥善的用一个健康的身体去面对疾病 有这样思想的人打个一我看一下 愿意不愿意改变改变自己的生活 每天加一勺亚麻兹油 每天加一勺亚麻兹粉 每天喝点茶饮 每天补点蛋白质 然后吃点全古物 然后吃点菜 然后去让自己身体热一热 晒在太阳也行 蒸蒸桑拿也行 泡泡枣也行 甚至包括喝点纯本 滴滴通落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我们设计的很多产品的价值了 在以往的话 大家在面对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时候 总是困惑 这有什么用 大家看到这个玩意儿 这也不治病 这有什么用 但是你们会发现我为什么每天吃它 它不治病吗 它一定不治病 但是它能让我不生病 它能让我知道我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会生什么病 比如说就像这句话 所讲的 年纪大了之后 你会出现什么呢 我会脾胃虚弱 然后会什么亏损 会什么阴亏等等之类的 但是这个情况 我不会让它出现 我每天吃一点点膳食纤维 我的肠道菌群好一点 我每天吃一点点蔬菜 我的肠道菌群好一点 我每天补一点点Omega3 我就不会出现慢性炎症 当我不出现这样的一个体征环境的时候 什么疾病都跟我没有关系 其实这是我们想教大家的 学会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 找寻健康 好好记住这几句话 这是朱单熙他们的一些语言文 包括这样的一些语言 真的希望大家通过截图也好 通过用什么方式去学习也好 真的理解 因为我们曾经讲过 到了金朝 到了元朝 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话 它的语言我们很好理解 我们不用去看皇帝内经 因为太声色 你们也不用去看什么 本草纲目 那个就是一个药方 其实药方很好记 在中医的典籍当中 你只要对这个人判定准了 你拿比如说 你拿中医的股方过来去用 都没有问题 甚至刚才还有很多人说 有很多的成药 中成药 很多很多不难 最难的是 你对这个人的判断准确 了解它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的医务界确实做不到 现在你会发现 中医的诊断基本上是西医化 也会让你去做什么检查 拿一堆报告 按照这个来条例 这已经完全违背了 中医的一个精髓所在 好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这么多 我们明天还是继续找一些话题 跟大家聊一些健康的理念 让大家真正意义上能够理解 健康的真理是什么 不要小看一股一惨 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础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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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